2020竹签文学奖在众多参赛者中 经过评审的评选 30位文学奖得主 在新竹市演艺厅进行颁奖典礼 文学奖以童诗 现代诗 青春散文 以及短篇小说四大类为题 副市长沈慧宏也期许得奖者 在文学领域持续的创作 继续在文坛发光发热 竹签文学奖本来就是鼓励在地书写 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奖项 可以累积出非常多不凡的作品 也作为城市印记的一部分 那林志堅市长在这六年来 也是相同的如同竹签文学奖的累积 我们这六年来在城市里的努力 也希望民众看得见 也帮忙刻画在他们的文字 跟所有的感受里 文学奖举办24年以来 为新竹的过去 现在 未来 留下不同的风貌 今年的评审过程中 评审孙德已表示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爸爸留在家里的时间多了 也让作品中爸爸的角色多了许多 那以往其实大家对竹客的书写 都有很多的琢磨 那一些冷漠的 一些疏离的 或是一些应该说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些期待 可是事实上来讲 并不是让那些 应该说厂商本身让竹客 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 而是工程师本身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那个叫做 善良的肥宅是对工程师的描写 或者是那个这次的 那个叫做很多的一些 在地的书写 我们都觉得非常感动 那第一名我觉得是 在特别针对时间的部分来讲 所以刚刚得奖者讲说 从50年到现在 那每个人在这一个城市 留下他们的痕迹 事实上时间才是主角 所以第一名看时间在说话 这一篇文章得到我们三个人 共同的一个肯定 30位的得奖者中 有两位同师得主是姐妹花 她们来自台中内心国校 家中的文学奖讲座 加上哥哥的已经有四座 姐妹花分别以观光客 和17公里海岸 双双获得佳作 从小在她们还两三岁 就会让给她们照相机 让她们自己去拍照 那拍了照之后呢 可能就由她们自己去讲 这张照片她们的感觉 由妈妈去记录她 然后等到她们自己 在学习的时候 那个尤其是社会课 做笔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那在妹妹因为她有失字障碍 所以她的大量的 给她的聆听故事 以及跟她沟通的时候 我都尽量避免那种卑鄙用语 然后文学的名著的阅读 然后以及她必须听完之后 马上做记录 然后这个这样 十二九支这样下来的时候 她们就知道自己的思维逻辑 要怎么样去衍生 怎么样去写 我来新竹看望一个老奶奶 她是住在眷村的 然后她会时常跟我分享一些 十八尖山 然后新竹的一些景点的故事 然后呢 但是因为现在卷程拆掉了 她也因此搬离了新竹 然后再来新竹看那些景点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体会老奶奶的 那个嘴边讲的故事 我发现我就是个第三者 就只是一个听了一个故事而已 深刻的话应就是 我跟朋友在云林天梯上面玩 然后也因为云林天梯很不错写记忆 所以就会把它拿来写 350位文学爱好者投入书写新竹封城的行列 参与投稿 较足30个得奖名额 总将金将近50万元 透过参赛者的描绘 为新竹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 留下不同风貌的新竹之美 凯波新竹万事连采访报导 好吗